优良传统啊 你看啊 这个安徽同城 有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六尺像 小像就六尺观 怎么来的呢 当初康熙年间了 有个大学士叫张庭玉 咱们很多朋友看那个 康熙王朝的电视剧里头有他 这张庭玉老家是安徽同城 同城为官的有个姓业的侍郎 他老家也是同城 而他们两人的老家呢 挨着住 结果在盖房子立墙的时候呢 出现争执了 说这会应该是我的 这会应该是我的 老张家呢 就写封信给张庭玉 那张庭玉官大嘛 后来当了宰相了 说你得教训教训他嘛 你让他们上 张庭玉就看乐了 回信的时候呢 给自己家里人呢 没写别 就写了首诗 怎么写的呢 咱们有不少朋友知道这诗 叫千里传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皆有在 不见当年亲世皇 说你争啥争 人两眼一闭 你回头你还琢磨啥呀 就你再大的关能怎么闭 所以这封信 捎回去 张庭玉一看感到很惭愧 不不不不 把这墙啊 自己主动往后挪三尺 让他三尺又何妨 老一人一看 哎呦 这么打我们脸 人家这么牵上 咱也往后上三尺 各让三尺 加一块六尺 中间啥也没有 就这么一步道 所以这六尺像 成了一个中间 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 发生了一个中华民族